台中市长卢秀燕上任以来就积极推动公幼倍增计划 希望可以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 透过向中央争取以及自筹款 总共是驿注1亿2000多万人的 风乐非盈利幼儿园由领东科大承办 包括幼儿班总共是招收了12个班级 大约是340名幼儿 低收入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免缴费用 而今天正式启用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特别前来剪彩 幼儿园小朋友台上热情表演 台下市长卢秀燕看到他们可爱的模样 也忍不住跟着小朋友们一起跳 请剪彩 恭喜风乐非盈利幼儿园正式启动 市长卢秀燕上任以来就积极推动公幼倍增计划 南屯区是公共化教保服务需求量较高的行政区 考量幼童究竟托育便利性 及分担家长育儿费用等因素 市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加上自筹款 寄住了一亿两千多万 成立的非盈利幼儿园 12号正式启用 包括幼幼班总共招收12个班级 大约340名幼童 大家都有养儿育女的烦恼 那也因此呢 我们尽量希望这个地方 它的教育资源是普及的 而且教育资源是平价化的 希望在资源比较不够的地方呢 要加强公托公幼的普设 109学年度开源招生已经额满 平均每月3500块钱的费用 其余皆由政府支付以减轻家长负担 而且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户家庭子女免缴费用 跟我们小朋友同乐一下下 而小朋友比赛做积木 幼儿园以团性为培养的宗旨 未来4年将由领东科大团队经营管理 期许给孩子们一个快乐充实的童年 介绍们的王一璋台中报道